我第一次滑雪 那我的朋友呢 他就是他帶我去那個 中極滑道 然後那我是初學 然後他教了我十分鐘 我才剛剛學會怎麼穿那個鞋 他就直接帶我坐纜車就上去了 然後太危險了 那就是那時候大家年輕 就是我也好強嘛 就覺得說好啊 那誰怕誰就上去 然後他就帶我到纜車頂之後呢 他就說那我先下去 他就Ski就下來了 就滑下來了 中極滑道是應該很陡 非常陡 然後我就啊什麼 然後自己想辦法就慢慢滑 我是滑那個雪板慢慢滑下來 他跟我說哎呦 不錯耶 你這初學者你還有辦法滑下來 他以為我會在上面呼救 然後叫摩托車上去救我這樣 對嘛所以還是看感情嘛 然後他就覺得說這樣可以 然後隔天他就帶我去一個 更萌的滑的雪場 那是粉雪 我忘記那個雪場的名字 然後他就直接坐 就是坐那個纜車坐到最上面 一般的滑道這樣滑滑滑 之後呢 因為前一晚剛下過大雪 他就跟我說我帶你玩萌的 就是直接從那個滑雪道就穿出去 直接走原始樹林 就一般的雪場都是會有 對會有那個滑到 他就直接帶我去滑那個樹林 然後我就說來啊沒有 在爬掉就跟他就出去 哇出去我就快嚇死了 那個因為那個剛下過的那個粉雪 雪很鬆軟 那你滑一滑一不小心 一摔哇那一摔下去 那個雪深度大概將近兩公尺 陷進去 就是你人陷進去 就看到一個洞 然後因為腳跟那個鞋子 跟那個板就這樣卡住了 就是你就看著天空 然後 起不來 爬不起來 掙扎半天 然後他一流淹 人又滑不見了 那後來自己知道這不對啦 就是 那你為了怎麼爬起來的 我後來自己想辦法就是 就是想辦法把那個鞋子 解開 然後從洞裡面爬出來 然後我就循著我剛剛滑進來的那個足跡 那個根本沒辦法走 那個人就好像 那個就雪都到胸口 就這樣用啪的游出去 游回到那個 那個會很慢 而且很好體力 對 而且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 其實我必須講一件事 就是你這個朋友做這件事情 他是非常不負責任 因為我們在滑雪的人 我們自己碰過好幾次 這樣的類似救難的這種事件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啊很簡單啊 而且那個雪就很粉啊 你就站起來就好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對 那個粉雪是你躺下去 你連要站 你連彎要起來 你都起不來 對 你體能再耗 看人家沒人是小花呢 不是 不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字 你自己愛 小草也是不散 然後你解開來 對 重點是你再起來 你再滑 而且他剛說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不在正常滑雪道上面 他在森林裡面 最多的問題就是產生在森林裡面的 因為如果 如果我是撞到 比如說我撞到樹 我昏迷了 那沒有人知道 沒錯 那意外就是這樣發生 對 因為我看過 你北海道 住在北海道的人 如果你要出去的話 都有一個雪鞋 對 雪鞋就這樣這麼大 你躺在面上 這樣走 因為他的那個面積比較大 你才不會 比較不會陷下去 不是說不會 那你如果穿普通鞋 漸漸這樣 我告訴你 你怕 趁一百公斤 你會很困 對不對 因為如果穿一般的鞋子 可能上下就會分開了 因為那個雪會卡住那個鞋子 就分開了 但是不過給你恭喜 就是 如果真實在那裡 不容易腐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